2022年5月3日,大脚新人理事会每天起床都要做这件事,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和所有可能使你们所有人的旅程更轻松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值得于一条道路,一种扩展你们的意识,进化和扬声的方式,但我们注意到了一些关于人类的事情以及你们返回家园,返回源头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当你们更加注重身体和身体专注时,会有许多错误的路径出现在你们面前,当你们在自己之外寻找将你们返回源头的道路时,你们经常会发现某事或某人某种活动或某种接近生活的方式,然后你们相信它是道路,唯一真正的道路。 你们相信这是你们能回到源头的唯一途径,因为在你们的体验中它是有效的,它一直起作用,直到它不起作用。 然后当它不起作用时,通常会有很多悲伤的,痛苦的也许是灵魂的黑夜,然后你们在那里收拾残局并继续前进。 你们在身体之外拥有的一切都是可爱的,这一切都值得享受和体验的。 你们应该有兴趣,你们着迷的事物,以及你们想和你们在一起的人。 但是,当你们进入内在,保持寂静、冥想、感受你们的感受,以及专注于你们内心的爱时,你们通往源头的道路会更加持久。 爱不一定是由你们之外的某人或某事发起的,它不必依赖于状态或某种条件。 合一的感觉不是你们只能通过在身体上采取某些步骤才能达到地球上完美点的东西。 你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体验它,许多人在最陌生的地方和最陌生的时代体验过合一的感觉。 当然,不仅有一种方法可以访问我们都在寻找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些更有效的方法。 它们似乎是回到源头的漫长道路,但实际上它们是较短的道路。 你们可以通过坐下来调整你们内心的感觉作为神圣的火花,从而避免大量的尝试和错误。 我们建议你们从现在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在早上起床前去感受那火花,并注意那时你们对适合你们的世界环境的依恋程度是多麻低。 然后你们就可以真正的生活,因为当你们接受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时,它就会向你们敞开更多的东西,给你们带来你们不再依附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花时间去感受这条到你们每个人内在的源头的道路。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2年5月3日,神圣之母,享受成为你们自己,传导Jennifer Crowe Cart,译者,扬声传导。 如果你们可以重新开始,你们会做什么不同的事情呢? 如果你们必须保留你们的过去,但要画一个全新的未来,你们会画什么呢? 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我的宝贝孩子们,这对你们来说是重要的信息。 你们不能再不知道你们想创造什么的情况下创造,否则你们最终会得到一幅充满泥泞的棕色画作。 你们不需要精确,你们可以随先所欲地选择模糊或清晰。 也许你们希望感到平静或者疗愈盖亚、净化水、旅行、探索你们的艺术方面。 让它浮出水面,注意它,尊重你们的意义所在。 因为你们是你们来这里分享的礼物,你们自己就是礼物,做你们自己,追随你们的兴趣和激情,治愈你们的伤口,以你们独特的方式去爱。 这一切都是你们给提升的礼物,你们给该亚的礼物,你们给人类的礼物,你们给自己的礼物,在某些方面越慢越好。 让你们的旅程,你们的激情在灵面展开,避免强调我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们的目的是成为你们自己,像你们一样去思考,去做,去说和去爱。 就是这样,你们的激情,喜悦和疗愈是你们实现目标的路标。 这不是一个宏伟的目的地,只是一个温和,亲切,耐心地融入真实自我的过程。 你们是我的快乐,做你们自己的快乐,那是你们的目的,也是你们扬声集体振动的最大礼物。 不要等待其他人,或等待这个或那个发生。 现在扩展成你们的下一个最伟大的版本,即使只是以微小的方式。 我爱你们,你们是我的喜悦,你们是我的快乐,你们的快乐是我给人类的礼物,享受成为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不是我的孩子,那是幻觉,你们是我是在形态中的我,纯粹的我。 正如卢米所说,你们是一滴海洋,而不是海洋中的一滴水,让它沉入其中。 这对你们的美丽意味着神麻呢?你们的力量呢?你们的实力呢?你们的主权呢?你们有梦想、创造和塑造的能力吗? 你们拥有一切,你们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你们,一切都在你们里面,一切都属于你们的,一切都通过你们。 让自己更深入地沉浸在这些话中。当你们环顾四周时,你们喜欢做你们自己吗?你们享受你们的生活吗?你们什么时候开心呢?你们什么时候安详地?你们什么时候去爱呢?你们什么时候充满创造力呢?你们什么时候在宁静中呢? 我并不是建议你们现在就在这里改变一切。我的目的更微妙。我希望你们在成为你们的过程中找到快乐。 因为你们是一个神圣的神,我希望这种知识在你们的内心展开。这样你们就可以因你们神圣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变得丰富。 你们超越了高贵、皇室、人类。你们是神圣的。你们是爱、喜悦、和平与善良的强大、显化的创造者。享受成为你们自己。每时每刻都享受成为你们自己的乐趣。 无论你们认为自己多玛美妙、困扰、有天赋、失、败、爱或有问题,都放手吧。我给你们一张白纸,选择享受成为你们的某些方面。你们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元素。你们接受和拒绝,爱和厌恶,让这一切简单的存在。 这种简单的意识将帮助你们超越自我、意识和神性。那种简单的觉知会让你们进入我的意识流,我们一起创造奇迹。即使你们的世界中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发生变化,通过在形式和意识上意识到你们就是我。你们将改变你们对世界的体验,从而毫不费力地改变你们的世界。 感谢观看